大家好,又來到我們惡里的時間 我們今天會講一下半音和全音 這是惡里的一個頗重要的反射 同樣都有Google Format可以做的 大家可以在下面的Bling就可以查一下 好,拜拜 好,我們今次就是講半音和全音 我們先知道半音和全音這兩個字分別解釋什麼 半音和全音字面上的意思已經很清楚 半音應該是比全音小的 問題是多少呢? 在音樂中最小的音高距離 例如這個音和這個音高距離 就叫做半音 而這兩個音之間的音高距離 含有兩個半音就是全音 簡單來說兩個半音就是一個全音 在這些鋼琴等等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些什麼是半音 很多人都認為白鍵和黑鍵才是一個半音 但其實我們這裡 E和F是一個半音 B和C也是一個半音 這裡就要記一記了 就是唯一是這個鋼琴 除了黑鍵之外 兩組的半音 其他其實你也知道 就是這個白鍵和這個黑鍵 即是C圖 這個C圖 這個就是半音 大家可能發現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這些黑鍵 叫什麼名字 我們就需要三種符號來幫助我們 第一種我們這裡畫了 就是一個井號 這個井號的英文叫做Sharp S-H-A-R-P 中文叫聲號 聲號很顧名思極 就是把這個音 去升高一個半音 譬如C-Sharp 就是這個 還有一個有聲 就自然會有降 降就好像一個B字 就叫做Flat 好 接著之後還有一個 就叫做 橫圓 就是這樣畫的 橫圓 英文叫做Natural 這個橫圓是怎麼用的呢 就是在一段樂段裏 如果我們在一個小字裏 譬如它升了某某音 但是之後我們想把它降下來 我們就用這個橫圓記號 然後在一些其他的影片裡面 我們都會講一講 好 現在就是問題來了 所以 C如果我們是升的話 就是這個音 C-Sharp 我們只用幾個例子 D如果降一個音 就是D-Flat 同一樣也是這個音 這個音同時是C-Sharp和D-Flat 的確是會有這種可能性 另外我們要提一提 我們剛才忘記了說的 就是半音和全音分別 他們的英文名字 就是叫做 半音 就叫做Semi-Tone 這個Semi 也說過很多次 就是一半的意思 這個Tone Tone 就是一個音程 類似這樣 全音就是Tone D-Flat 現在我們講一講 在這些音內 我們裡面 哪些是半音 哪些是全音 我們只是說 下面寫了這個音 就會特別說黑件 因為黑件 全部都是半音 好 首先 C去D 是八件去八件 這兩個八件 就是一個全音 D-E B跟E去E,我們是白件去白件,所以是全音 跟E去F等,是特別的,叫半音 F去G就是全音 G去A,也是全音 A去B,沒錯,也是全音 最後B,又是半音 後面其實這一種的模式是不斷重複的 其實這一種的模式有一個名字 其實這條八個音大調音階 大調音階的英文叫Major Scale 有關Skill這一段東西 這一堆東西我們會在下一節再講一講 所以現在先記一下 Major Scale就是全全半全全半的模式 這一節就到這裡 拜拜